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4月17号 那么彦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A指标家族啊 真的是贺客迎门啊 恭贺既这个亚历70% 红一股30%之后呢 红硕也就是红一股第二A 直接公开预告的 已经直接喷出了 十张现赚260万 已经拉了260元上来了 还有吗 还有昨天领先跟你预告的 在非凡商业台盘中 11点20几分就讲了 盘号节目呢 也跟你预告的叫做 6462的神盾 那么昨天252以下买进 今天拉到276.5 还有收盘前买进的 6805的富士达 昨天节目你为我做见证 昨天买711的 今天三个七 Lucky7 各位朋友们 真的一档接一档啊 感恩老天爷让我发明了A指标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路对我的支持 那么燕容老师呢 要分享50个红包礼 50个红包礼 直接分享 额满为止 50个红包礼 直接分享 马上额满 额满为止 留言 点红包礼加电话 红包礼加上LINEID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燕容老师 那么昨天啊 台股可以说是杀身震天啊 但是燕容老师啊 在昨天11点20几分啊 我跟非凡商业台 每个礼拜二 礼拜三礼拜四盘中 都有连线在11点20几分 到11点40分 这个时间里面啊 我昨天特别鼓励 所有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你不要去杀低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重量级的股票 有手台积电 78620日均线有手 我也告诉你 这个轴层的股票 那么富士达 这个渗透率 现在才2% 那么股价 它后面势必会反映的 那结果今天富士达 强不强 还有呢我也特别提醒你 6462的神盾 我说这个重量级的 IP的股票 这个都不能够小觑 结果今天啊 果然真的 在燕容老师的提醒之下 领先的带会员朋友 领先的带有流电话的 粉丝朋友们 领先做应变之下呢 哇今天A指标家族啊 可以说是贺客迎门哦 来跟大家分享 看到这里 好你看到包括在本周呢 从上周到本周呢 的操作 那么亚历的话呢 真的标到分盘交易 那么富力之下是70% 还有呢就是这个红异股的部分 那么从上周到本周的话呢 30% 然后呢在51.5涨停板那天 我们已经出掉三分之二了 我也直接告诉你的 那么连点两天 我还是直接告诉你 我还有三分之一 我的会员朋友还有三分之一 结果今天又涨停板的 3312的这个红异股 今天又涨停板的 是不是 是不是领先讲到前面 那当然还有哦 我们再看下去 好那么包括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红异股第二 红异股没跟上的 你跟上红异股第二 每天公开跟你预告 这不就是送分题吗 从3月26号850块一路的提醒 今天多少 今天1110元的 是不是 所以呢转进的红异股呢 从850块 又标到1110块了 所以各位朋友们 这50个红包礼里面有什么 有标股 这50个红包礼里面有什么 有你的梦想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的人生的梦想如何实现 你要得到像这样的贵人 给你这样的机会 那不一定找我啦 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 像燕朗老师这样操作的人 如果你找不到的 我今天这个红包礼 它就会是你的贵人 好不好 为什么是你的贵人 因为真的一档接一档 昨天广播节目 昨天YT影片 你说老师这是盘后啊 但是我在盘中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非凡商业台 昨天11点25分连线 到11点40分连线 我直接讲了 富士达 我说这个大盘叠下来 叠升之后 整个操作策略 就是要找叠升的龙头股 这叫什么 这叫价值投资 昨天直接告诉你 富士达 昨天收盘前 带会员朋友买711的 只收710 我还是直接勇敢的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有八页啊 所以我不是今天张三 明天理事啊 我不是看到跌下来没有收上去 我就改变作风啊 改变股票 我不会 因为我对他有把握 那今天呢 今天拉到 777 3个7 Lucky7 有没有 还有呢 还有神盾的部分 昨天呢 我也直接告诉你 我没有买很便宜 我买在252以下 今天要拉到276.5 一支停办 有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们 燕荣老师的操作 一次又一次的领心 跟大家做预告 燕荣老师 一次又一次的 来分享我的做法 各位朋友们 我们梦想如何实现 你就是要找到一个老师 敢跟你预告 敢直接跟你分享方法的 那个人是谁 你就要第一时间 你半夜都要赶快来找 这样知道意思 我就不用说太明了 好 所以呢 今天很开心 那么再一次大获全胜 所以我要来跟大家 庆祝 来分享我们的喜悦 当然这不是炫富 主要是来告诉你 燕荣老师 真的有红缓 燕荣老师真的有成功的模式 燕荣老师有成功的操作 燕荣老师真的有能力来帮助大家 所以这个不是炫富 只是告诉你 我有方法 你可以来找我 或是找类似的操作 好 庆祝3131的红数 掌停板创新高 感谢老天爷 让燕荣老师发明了A指标 感谢大家 一度支持燕荣老师 让我的A指标 可以陪伴你在这个地方 实现梦想 陪伴您反败为胜 所以今天我要帮助大家 我要来分享 这个喜悦给大家 50个红包里 这50个红包里呢 在这个地方 它里面有些什么 有标股 也有你的梦想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来做一个争取 或者说你今天加LINE进来 来留言 红包里 联络电话 或者是红包里 LINE ID 我直接分享 但是因为只有50个 可能马上就额满 请你第一时间 来做一个留言哦 好 那么如何留言呢 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或者是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来扫描 这个是QR Code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这个QR Code扫下来 或是LINE ID把它写下来 等他做一个留言就可以了 那提醒大家 我们这是全新的频道哦 请记得订阅影片 在影片上鼓励验荣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分享我的LINE ID给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拿这50个红包里哦 如果你有订阅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好 那大盘的部分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跟昨天的看法非常的接近 昨天我直接告诉你 特别是我在盘中的一个提醒 重挫五六百点 彦龙老师让你挖口 彦龙老师成为你的定心丸 我说什么 第一只脚即将反弹啊 昨天直接这么讲 我说虽然上升趋势线 跌破了RSI的部分 但是整个绝对数字 他已经回撤前低 这个会支撑 还有呢在KD值的部分 他其实回落到中轴 中轴就是50轴附近 那么整个开口过大 他也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往上拉抬的力量存在 所以今天反弹 真的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师处有名 实至名归啊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重电族群还是在涨 电线电缆族群在涨 但是这些我说真的 你不敢买的 对不对 那我直接告诉你 在整个跌幅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操作策略 你要马上急拉一定是什么 价值型的投资 就是什么 龙头产业 所以昨天盘中跟你讲神盾 跟你讲M31 跟你讲富士达 甚至跟你讲技嘉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 还有呢 包括一路追踪的这个红数 今天的涨停板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叫做一个主神盾的选股 那当然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如果你是属于一个眼明手快的人 像这个盘式来讲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价值投资 就是我谈到的这些股票的话呢 你短线抢个短 但是一定要记得跑 为什么 因为彻底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的阶段 它就是反复足底 反复足底的意思是什么 我先讲在前面 你注意听 就是像道琼工业指数 今天涨300 明年跌300 那么涨300的时候 你不会来谢谢晏隆老师 你不会觉得说 哇老师啊 你说对了 你不会来给我下落 但是明天跌300的时候 你会来跟我酸言酸语 老师你害我做机会了解了 不好意思 失礼我没做机会 你也不要看我给你的资讯 自己来操作期货 你对自己拿去吃不可以 那之后你不要跟我赏销 好不好 那本身的股性 属性就是如此啊 反复足底就是一天长红 一天长黑 一天长红 一天长黑 所以你长短要怎么做 你长短就是见好就收 这样知道意思吗 你说老师我不想强短怎么办 那用主身段选股 所以为什么这段期间 我给你的股票叫红义股 我给你的股票叫红义股第二的红数 我给你的叫做1514的 历历在目的亚历为什么 因为他们叫做主身段选股 主身段选股就不怕洗拌啊 那么大盘再振给他振一下 大盘稍微平稳一点 哎我就先持得点 我涨底板给你看 就像这个红义股第二就是如此 所以呢目前的看法不变 那么今天是收在这个2万点以上 对不对 但是我的看法还是认为 应该是要在19700到19900点 来做一个主底 我想这样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好所以重点的部分 那么当然今天 我要来跟大家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这个盘式当中啊 你不要以为今天收藏红 那么你那些下跌的股票 你那些从云端跌落股底的股票 你就敢不敢挂无数百 不行啦 你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居高思维啊 你还是要步步为影啊 你要找一个人来帮你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需要调整啊 那当然谁有这个把握 就是A指标啊 A指标可以区分高低位阶啊 如果你有问题的 现在加赖进来 我来帮你区分高低位阶 就像啊 昨天外资 这外资啊 买多少 买388亿 卖了388亿啊 那卖了388亿 那有的人啊 看到涨的股票 看到外资买的股票 拼命去追啊 有些人看到外资 卖超的股票 拼命去杀低啊 你看看你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买得太早啊 跟外资太迷信外资 买太早要破底 你看看你会不会 跟着外资杀股票 杀在阿台股啊 会不会呢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 几档股票 你来看看 你来对对看 你的股票 你给他对准对看 看你是不是有这四档股票 好那你看啊 那么金像店 昨天外资买 请问这样买对吗 对啦 我觉得是对了 但是买太早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刚跌破这个 这条线叫季线嘛 那前不着春后不着电 半年线还没有到 那主要的是什么 A指标数据啊 跌破近期的低点 A指标数据过去的经验跌破前低 代表他所对照的股价 将来还是有机会再来跌破 也就是说他反弹上来之后 还会创低点 所以你现在买得到 外资你现在买得到得到 我觉得不太对耶 我觉得还有可能会破底 还有可能会破底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买得到得好 我们等后一次破底的时候 我们来吃外资的豆腐 好不好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到时候你来找我 我来协助你 好3376的新日清 现在买得到 也是对啦 因为他的钱很多啊 他口袋够深啊 我就往下跌买1000张 往下跌买2000张 再往下跌再跌个30块 我给他买3000张 他买得到 因为他落得到很深的啊 但是我们的市井小民 我们资金只有一头而已 我们要做在什么 买在刀口上 刀口上现在对吗 也不是不对 你看 才刚刚跌破这条线叫什么 叫20日均线 距离这个60日均线这样也横 在一个空头市场里面 20日均线跌破 其实季线是不会有支撑的 你知道吗 我这样说你就知道意思了 所以呢包括这个地方啊 A指标数据翻黑啊 这个代表将来还有继续 反弹结束之后还有破底的这个机会啊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所以这个我还是同样一句话 我们可以等破底之后呢 来吃外资的豆腐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结论啊 好那另外呢 你要去台中你从台中要去台北 你会不会坐高铁直接上去 还是像外资一样明明就要去台北啊 现在对台中做这个南下的高铁 再坐到高兴去啊 方向完全相反 你看会不会大错特错 有吗 有啊 友达跟年电就是如此啊 为什么我的看法跟外资不一样 你看 这个这两条线是半年线跟年线嘛 对不对 已经接近了你为什么去杀低 那甚至呢 你看A指标数据啊 上次为什么讲这一段 我上次为什么提醒 为什么提醒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的负0.03了嘛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又来到负0.03 哎敢当出来 当然不行啊 所以你说外资卖这个有答对吗 方向正好相反 大错特错 这个不能卖 你反而应该站在买方 那另外呢 联电的部分也是一样 联电的话呢 上次为什么公这一段 上次我在这里也有讲哦 你记得吗 为什么 A指标数据回撤前低啊 那现在这个 这个半年线跟季线 都守住了 而且A指标数据正好跟前面一模一样的低点了 你给他杀看看啦 你过两天看看会不会杀在阿呆股 你看看会不会垂心肝 所以这两档股票 那有答跟联电你去杀掉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这样知道意思咯 好那你说老师 那有没有外资昨天买的股票 有没有可能将来涨一倍的 你问对人了 你问对人了 我今天到昨天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仔细的研究一下 他还真的有一档股票买对了 但是哪一档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讲 这档股票的空间非常的大 我会带我的会员以及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来 来做操作 那如果你今天有加赖进来 有加赖进来 然后呢有留言 大黑马加一的小老鼠小A178 你你把它写下来等一下去做一个加入 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等一下做一个加赖之后呢 你留言大黑马加一的 那我就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大黑马加一的 我就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有一倍的空间 有一倍的空间 目前为止所有的股票里面 我讲的这档是最标的 他有富爸爸效应 有富爸爸效应 我对这档股票很有把握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现在加赖进来 留言大黑马加一 我直接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好不好 好那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上礼拜呢 我们操作的股票 那么鸿翼股的部分呢 赚了三支停板的空间 在这一天涨停板51.5的时候呢 已经出了三分之二 那跌下来这两天我也直接 很诚信的告诉你 我们还剩三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还会涨啊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涨停板 是不是 那当然资金就拿出来三分之二嘛 那同时间操作的亚历也是一样 那么从第一档 这个鸿翼股叫做宏图大展嘛 亚历的话呢叫什么 亚历的话呢就叫做这一个 历历在目嘛 那这些我都跟你预告了 都预告了 所以呢这两档平均 差不多40%到50% 从上礼拜到这个礼拜 你100万可以赚到50万左右 50万左右那这个怎么做的 难道是突然冒出来吗 当然有预告啊 我有跟你预告啊 不管在赖的预告 节目的预告广播节目 每天下午四点钟 非碟联播网广播节目的预告 还有呢在赖当中 天天就挂在那边给你啊 告诉你这个是我要做的股票啊 这不是预告吗 都讲在前面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一档股票的一个布局完的一个收割 差不多是10天到15天了 大概就有30%到50%以上 你看亚历你看又超过了 超过了70% 富利是70%对不对 那一档接一档转进了红异股第二 这个红数每天都跟你讲啊 每天都讲啊 对啊我都已经讲到这两面啊 每天都跟你讲啊 你不相信我有什么活动呢 850块涨到1,110块啊 10兆贪260万啊 这不是送分题吗 是不是 所以呢甚至在这个地方 你跟你公开预告的 像这个富士达是昨天 盘中非凡就预告了 昨天盘后节目也讲 那么在会员买了711今天777 那么神盾昨天买在252以下 也是昨天非凡公开预告 昨天盘后节目坐在这个位置 也给你邀请 你今天买也很热的 那252涨到276.5 是不是各位朋友们 燕榮老师的操作 持股集中 而且经常有速度感 买进去之后马上做集拉 真的在这个地方这个成绩啊 跟你参加过别的头顾老师 你完全无法自信 但是他都是真的 我说过 燕榮老师就是一个 故意的状态小孩 那么父母亲 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交代我 我们不是我们的 我们分文不取 那么不要为了去收会员去说谎话 我的父母亲经常跟我交代 这样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们绝对不能说谎话 是我们的我们才拿不是我们的 好我们不要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 那么去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这就是父母亲从小到大给我的教育就是如此 所以你放心我讲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持股集中 我真的给你速度的感觉 所以今天很开心我要归功于老天爷给我这个智慧 我发明了这个A指标 A指标他让我知道谁成功率非常高 是可以重压的 谁马上要发动 这个是美国 这个是重点 所以今天庆祝3131的红数 涨停板创新高 感谢老天爷让我发明了A指标 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让我在股市当中行善 感谢大家对我一路的支持 那么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彦荣老师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这个喜悦呢 给大家感谢大家 那同时我也跟公司争取了50个红包礼 这50个红包礼里面有什么 有标股 当然最重点的就是有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交给我 如何交给我 现在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加LINE进来留言 红包礼加上联络电话 或者是红包礼加上LINEID来领取 那我想这个50个红包礼 应该很快就额满 直接分享 直接分享很快额满速度要快 好那我想这个地方 我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要利用LINE当中加LINE进来 来做一个留言 或者是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那记得 在影片上一定要订阅影片 然后一定要记得来鼓励叶容一下 来帮我按赞 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这个LINEID也要分享 那么打开小铃铛 每次讯息出来 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 好那我想 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明天下午4点 4月18号 那么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代表明天还有一天可以应变 你空手的人 有没有什么台积电的概念股 或是买台积电吗 或者说你已经在上车了 那这个手上的股票到底应该买 还是应该卖 好这个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叶龙老师有什么看法 好那么当然这些是台积电 相关的供应链 比较重要就是Coldworks概念股 那我选其中四党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要分享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来讲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的部分 那么我昨天就告诉大家 那么在20日均线有守 当然以目前的格局 它还是守在这个 这个RSI在50轴附近 这还是一个多方的格局 那今天几乎可以说 是又有一个相同的开盘价 就是一个攻击的形态 攻击的形态 但是事实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台积电事实上 我在这一波的走势当中 那么事实上我们 我认为我是看大做小 事实上在这段走势当中 低档区买回来的台积电 已经先收割了 那我都是做一些中小型的 这个相关的概念股 比如说像你看到的红数的部分 有没有 就是这样的逻辑观念 你要做台积电也可以 当然我现在会比较关注的是 台积电的目标价 台积电的目标价 一旦正式如果利多反映出来之后 台积电目标价在哪里 这个是你手上有台积电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的 如果你手上有台积电的 请你现在留言台积电加一 台积电目标价加一 台积电目标价加一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我明天早上写在我的文章当中 台积电的目标价 你就看得到好不好 这是我现在我不能讲太明 我直接跟你这么讲 你有台积电的 我请你一定要来看看台积电的目标价 好那当然晶圆电的部分的话呢 它是Coldworks概念股 那么A指标数据是有创高点 但是十字均线跌破了 那么距离这个六十字均线还有一段 中线可以说是看好 但是短线 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在去观望 那你可以用分批的方式 不用急着去全部去押注 好那自胜的部分就是 他是PCB的检测设备 也是属于台积电的供应链 那么这档股票的话呢 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均线守住 那么指标则还是在多方 那短线中线都是一个攻击的架构 但是呢时间很重要 你该攻击的时候你就要攻击 好这样知道意思 好那另外的话呢 你有旺锡吗 他是半导体探针 半导体探针一样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那么这个股票就比较关键 你看A指标数据在这里 代表什么明天要变盘 6223的旺锡明天要变盘 明天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千空万里没有天花板的 但是如果关键价位站不上去 天花板到了这样知道 所以呢如果你有旺锡的想了解到 他的目标价的可以加赖进来留言旺锡 那么关键价位加1 还有呢就是信宏也是一样你看 这个现象就是跟刚刚的旺锡很像 好像比较快看遇到这个考验 所以一样加赖进来留言 信宏科关键价位加1就可以哦 好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哦 这个细节啊真的是藏在这个A指标里面啊 那当然台积电的法说会之前啊 有哪些应该要先收割的 那还有哪些会真正的补涨的 事实上我有准备了一档 台积电设备股的补涨股 目前黑板上现行最好的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的你现在留言 加赖进来留言哦台积电的这个设备股 补涨股这个字太长你直接留言 补涨股加1补涨股加1 我直接跟你分享这一档台积电 目前设备股当中现行最标还没有涨的股票 我直接跟你分享 加赖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加赖留言补涨股加1 我直接跟你分享好不好 好那当然谈到上礼拜的操作 到这个礼拜的操作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红翼股呢 从上礼拜到目前为止30% 那么51.5呢 当天已经先收割2 3分之2 最高的最高有机会赚到30% 那这两天拉回我也告诉你 我们剩1 3分之1 那今天又涨停板的 所以你发现燕隆老师的股票 真的像这样子 标到怎么样无法无天 标到分盘交易就像雅力一样 那么富力之下70% 两档平均起来100万 有机会赚到50万 那么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设定一个成功模式 那么我不会今天张三明年理事 我昨天盘中我在非凡商业台 我讲的这个神盾 我讲了这个富士达收盘 并没有收最高 但是我依然在盘后节目告诉你 我盘中的时候我就带会员朋友 收盘前买到711的富士达 今天拉到777 Lucky7 有没有 还有呢就是神盾 昨天没有收的很高 但是我们买在252以下 那今天拉到276.5 各位朋友们 所以呢为什么你跟着我能够翻身 为什么我今天50个红包里 你一定要带回去 因为红包里面有玄机啊 有像这样的标股啊 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它代表的就是你梦想的实现 所以今天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从这个亚历的部分哦 这样一个标股的一个逻辑观念 就是我看准了一档股票 我就是一直告诉你 一直告诉你一直告诉会员 以及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所以呢我在昨天的布局 我今天早上一早还是做布局啊 还是带会员朋友做布局啊 你今天来买跟着我 你还是可以买到神盾的258啊 还是买得到啊 是不是这些都领先 第一时间还有发讯息的是不是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 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档股票啊 当然我们讲的是主身段 不是出身段的 好出身段就是跌身反弹的股票 主身段就是10天到15天 像亚历像红一股一样 经常有30%到50%以上的一个 收割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你看包括这一次 包括亚历啦 包括红一股的部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平均起来 大约莫是50% 15天左右的时间而已 对不对 那转件的红一股第二呢 红数又拉了250块上来 又30%了 有没有 还有呢在昨天进的这一个 富士达711进的 拉到777 那么神盾的话呢是252买的 今天来到276.5 所以你说说看 我们今天该不该庆祝一下 所以今天不是炫富 今天是跟你分享 谁才能够真正帮助你 谁能够协助你实现你的梦想 谁有成功的逻辑观念 庆祝3131的红数 涨停板创新高 感谢老天爷让我发明了A指标 让我能够在股市当中行胜 能够帮助更多有缘有福气的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彦荣老师 今天分享成功的喜悦给大家 只有50个红包里 只有50个红包里 直接分享 想必马上额满 马上额满 现在就拨打2365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加LINE进来留言 红包里加上联络电话 红包里加上LINE ID 来跟上我们的行列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欢迎大家记得订阅影片 然后呢按赞是最重要的 分享影片或者是LINE ID 给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彦荣老师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